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6月15日 葡萄牙旺盛匈牙利 周二深夜 欧国杯首轮分组赛再度来袭 届时死亡之组F组方面 葡萄牙将会面对匈牙利 葡萄牙高居世界前五 其实力自然可以用超强来形容 反观匈牙利排名不过是30名开外 双方实力高下力判 由C朗拿度领衔的葡萄牙志 在取得经界欧国杯开门红 匈牙利已经连续八届 没有杀入到世界杯决赛周 这从侧面已经反映出球队 整体实力在欧洲范围内难算顶级 在FIFA给出的最新一期排名中 匈牙利不过是排在第37名 而在欧洲范围内 他们不过是仅仅排在第20位 实际上匈牙利不过是欧洲二流球队而已 虽然欧国杯方面 球队近年较有起色 在1976-2012年连续十届赛事 无缘决赛周之后 上届能够杀入到16强的确值得庆贺 然而他们此番对手是未免冠军葡萄牙 在硬实力方面他们始终不是葡萄牙的对手 阵容方面 匈牙利今期大名单依然是以本土联赛球员为主 较为出名的可能有在德甲时的施沙拉尔 路兰沙拉尔 维利科宾以及古拉斯 其中施沙拉尔更是如今这只匈牙利的领袖 此子除了是队长之外 还是今期大名单中为匈牙利斩获入球最多之人 即便如此 上述四人在严格意义上来讲都算不上是超级球星 反观葡萄牙方面星光异议 实在难以和之相抗衡 虽然葡萄牙是未免冠军 但球队整体表现并不太令人信服 在上届欧国杯中 葡萄牙在常规时间段内只赢过一场 其余全部是合局 不得不说球队捧杯存在一定的戏剧性 好在他们在此前的欧国联比赛中一举夺魁完成了自我证明 同时亦宣告了葡萄牙又一次迎来了黄金时期 金界欧国杯 葡萄牙可谓精锐进出 C朗拿度或再不需要孤独Cary 利物浦当红炸子基迪奥高祖达 曼城双星被拿度施华 以及鲁宾戴亚斯 曼联领袖班努费南迪斯 马提会主要攻击手组奥菲利斯等人 悉数在列 稍有遗憾的便是简歇路最近新冠成阳性无缘境界欧国杯 达洛特补入 要不然葡萄牙中后场方面实力会更强 虽然同组还有法国以及德国两制净旅 葡萄牙的未免之路难言一帆风顺 但此番面对F组实力最弱的匈牙利 相信葡萄牙赢波没有难度 毕竟在过去两次交手中 葡萄牙都成功零封对手 军场更能入二球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